小金 贷款费一共三十万拿得怎么花呀 我想先去医院 把那些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了 这些还不一定够呢 没事 我们的酬劳都给你 我先拿着用 那不行 你们那那么辛苦才怎么样 什么你呀我的 林泽峰那边这样用钱的时候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借的钱虽然不多 算不个心意 小金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了 都是自己捡毛 拿着吧 本来我还想拿这些钱 我们大吃一顿的 现在我也不吃了 都给你 太感动了 好 你全拿走吧 谁让我们是哥们呢 那钱想怎么花怎么花吧 谢谢你 行了 走吧 走喽 医生 我那个手术费 已经凑了一部分了 但是还差一点 您能不能再跟医院的领导 沟通一下 先把手术给我们做了 我回来给补上 您弟弟的手术已经安防好了 周五下午三点 您同意给我们做手术了 你们的手术费不已经交齐了吗 交齐了 谁交的呀 不是你们家里能交的吗 你妈妈和你弟弟的手术费 以及术后住院治疗的一切费 都已经以身上交情了 刚刚看到伯母 她恢复得不错 身体状况也很好 希望手术后 别留下后遗症就好 手术时间定了吗 后天 我没跟我妈说是癌症 就跟她说是个小的溃疡手术 我怕她心里承受不了 这样也好 让她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对她的身体恢复也有好处 则秀的事情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虽然她现在还处在昏迷状况 但我相信 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 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是干什么 则秀哥伯母住院治疗 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 我刚刚去交手术费的时候 医院的人说已经有人交过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不管是谁 只要不耽误手术治疗就好 我现在呢 多的钱也没用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私房钱 你先拿着用 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不能再欠你的情了 你必须得拿着 现在是关键时刻 不管以前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我都希望现在可以全部放下 作为朋友 我没有办法看着你那么痛苦 你知道吗 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幸福 所以 不要再拒绝了 好 阿姨 谢谢您啊 你来看我则秀 出这样的事是谁也不想看到 你也别太难受了 嗯 我今天来一个是要看看家里人的病情 主要还是想跟你谈谈 你还是离开小心吧 阿姨 我知道 你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 对你打击一定很大 按理说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说这件事 但是作为家长我还是要讲 你知道小欣为了帮你弄到手术费 她决定卖自己的储物诊所吗 我不知道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我想告诉你 小欣她爸爸 在小欣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是我一个人挺不容易的 我把这孩子带大了 我最宝贵的就是这个女儿 我希望她将来能幸福 能找一个靠得住的好男人 哪怕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我也没要求她大富大贵 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她 结婚以后她过得那么辛苦 我知道你跟小欣是有感情的 但是光有感情是不够的呀 你看你现在你这样 你说家里还有病人在医院里头 你拿什么给小欣幸福啊孩子 咱们换个角度 如果你将来结婚了有个女儿 你愿意她这样过吗 我知道 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了 小欣啊 你千万别记恨阿姨 你说这天下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幸福 我 真的我希望你能站在小欣的立场上 为她想想 我说的话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 我明白 你看你看这么多钱 有的那么多呀 好几万吧 不知道是谁在这信封里装了这么多钱哪 谁掉这儿了 不可能 怎么了 不知道是谁在信封里放了这么多钱 有谁来过呀 没谁来过呀 小欣来过 对 她跟我说让我多注意身体好好保养 好像情绪不大对劲 走的时候还哭了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等 亲爱的吹瓜 连嘴都过关了 服务够到位的哈 刚刚在晚上看了 人的一生中呢 会遇到两千九百二十万人 真正两个人相爱的几率呢 是零点零零零四九 所以说你对我不好这点 我不怪你 你又出什么风了 我告诉你 陈白 在你平淡灰暗惨淡的人生当中 从两千九百二十万人里头遇见我 那是你烧高香了 要什么手表自行车啊 我都不挑你还挑 是啊 我现在也没要手表 我也没要自行车啊 但人生多少有点追求嘛 我得涂点什么呀 要不然我不成那咸鱼 我翻不了商量啊 咸鱼 翻了身还是咸鱼 你又挤队我 你又天天伤我吧 我都说了我会努力的嘛 我会给你一个美好人生的 我会给你一个美好人生的 你又伤我心了 我吃心了 我天天岁八回来 这西瓜挺甜的 你尝尝 快点 看门去 小新来了 图妈在哪 别玩 小新来了 来 快来坐 尝尝啊 陈北买的瓜特甜 我不想吃了 怎么了 要死不活的一副样子啊 林泽峰她弟弟 还有她妈那住院费 不是都已经搞定了吗 怎么还哭着张脸啊 我现在就是担心林泽峰 你觉得她的压力太大了 小新你怎么想的啊 不是范儿好好 逗男不要你非得死一半天 跟林泽峰一人要死要活的 你看啊 林泽峰住院 你交住院费 逗男还在想进一切办法 给你弄个代言的事 让你本出院费交 这你刚说什么 逗男给我找的代言 我什么也没说 那个什么也没说 不是 跟我妈怎么回事啊 你别啊 你别看她 对 逗男给你找的广告代言 她怕你不接受 就找到我这儿来了 希望我帮她这个忙 小新 逗男这么做 是因为她真心疼你 小新 你的嘴什么时候呢 学着有点把门的呀 我说不是替逗男 嗯 免不平吗 就嘴秃鲁了 也好 小心哪 是该在逗男跟你作风中间 做个选择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就这么想的呀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赶紧去布置 好 豆总 对 这 外面有个客人要见您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但是他执意要见您 行了 我知道了 他说他叫林泽峰 好 你爱他吗 爱 我也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给不了他幸福啊 我什么都没了 只有一个得了绝症的妈 和一个生活不能自立的弟弟 他不是那种那么爱物质的女孩 我知道他不是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但我是一个男人 我连我自己心疼的女人 最起码的幸福我都给不了 我算什么男人 你啊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到你 请告诉我 算了 欠的人情太多了 还不起 你 其实一个女人 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安稳的生活 和安全 我给不了她幸福 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吃苦 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她跟你在一起 会幸福的 我知道你一直很爱她 她跟你在一起 比跟我在一起幸福 好好对她 不要让她难过 也别让她伤心 好 杜总 于胡心小姐来了 请她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你怎么过来了 找你有点事 状态这么不好 没睡觉觉 我 怎么了 你说吧 我看到林子峰受了那么大的打击 现在那么狼狈 我心里真的 特别特别难过 我不想 那么要强的一个男人 第三下是 跑去求别人 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实 其实这些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义务帮她 原本我想 卖掉宠物医院 可是 我妈去大闹一场 把买家也赶走了 合同也撕掉了 说什么都不让我买 也别怪你妈妈 她是为了你好 代言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谢谢 也别怪我妈 我是因为害怕你会 不接受 所有财 来 行了 别难过了 这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吗 你也不用外诊所了 开心点 开心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你啊 我不喜欢看见一个那么爱笑 爱闹的女孩 成天愁没哭点 我不喜欢看到你这样 我不喜欢看到你这样 可是 可是我这样对你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那么好 真的不值得 你值得 我已经见你太多了 我还不值得 千万别这么说 我今天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我愿意的 可欣啊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个人 这个人 暗恋了你十二年 成习惯了 他愿意为你做一切 他愿意看着你好 为了你幸福 这个人什么都愿意做 因为只有你幸福了 我才会觉得幸福 他愿意为你做一切 我爱你 跟你无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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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啊 我不需要你对我做任何事情 你不需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我说的是真的 你懂的 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你不是不哭了嗎 你不是不哭了吗 不哭了吗 我一直都不哭了 小心 小心 这哪像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呀这是 一天到晚这谈的什么恋爱 就那么让我操心啊这孩子 说这吃的什么呀 这哪有营养啊 唷 里面 你在这儿呢 当年你考大学 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 你洗一盆衣服 上次我记得是张迟 婚礼上回来 你又洗了一盆衣服 今天是怎么了 没怎么 你一不高兴就洗衣服 我是你妈妈 我能不知道吗 说说吧 我和林泽风分手了 好 是她提出来的吧 甭管是谁提的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这是为你着想啊 林泽风现在他这种状态 你们俩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那既然没有结果 何必浪费时间呢 你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了啊 孩子 你也应该替自己考虑考虑啊 咱们这不是浪费时间了吗 妈 我累了我想睡一会儿 在里马桶坏了 你要这么有精神的话 去马桶吧 我没烦 她先烦上了 这么快就要见那爸妈了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太突然了 有什么的呀 这丑媳妇呀 早晚得见公婆对不对 再说了 你说你未来的公婆婆 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见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这不是好事吗 好什么呀 我现在跟我爸谈恋爱的事 还没告诉我爸妈呢 你还没提过 你俩都好这么长时间里 还没跟家里说 为什么呀 我爸妈一直希望 我以后能回老家工作生活 我要告诉他 我找了一个韩国男朋友 以后还要嫁到韩国去 他们肯定疯了不行 肯定不行 那 不是 那人家大老远的来中国 肯定就是为了让双风陪我们见面的呀 这你都没跟家里说 那晚上这事怎么办呀 哎呀 叫声哥 哥给你支一招 有点心理准备啊 他一支招 咬我额子就来 你快说什么招什么招 我们几个替你搬马去 你冒冲我爸 你想占品你想疯了吧 谁想占品呀 我这么英语潇洒 怎么能生出你这种奇葩呀 你愿意我还不服 难道你是想乔装打扮 冒充他妈 有证没溜啊 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个冒充你表哥不要姐什么的 去给你撑撑场面去 亲爱的 就你这样的 冒充珊珊一二表哥 真去人家家里 以后珊珊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上不了台面 就是 是 行 你们几个真行啊 给你们支招 你们还损我 哎呀我这个心啊 塞了 塞一滴啊 赶紧操操 哎哎哎哎 其实我觉着吧 陈北这主意靠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咱们可以先把这晚上的会面先给应付过去 咱们先看看陈文俊她们家人什么态度 然后再让珊珊判断怎么跟她父母说 是不是 要不怎么还是说结过婚的女人成熟 还是月月了解我 哎我觉得啊 我特别适合演珊珊的那个有钱大表哥 你演大表伞 去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替你爸你妈出席这个场面 主要目的是不让他们欺负你 请问 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 哪一点符合有钱人的长相跟气质呀 看不起我 我这没收拾好吗 我先光穿一衬衫 哪天为我西服一穿皮鞋一灯领带一打那 哎 卖保险了 哈哈 像 这是你谁家的你们啊 你们家的你们家的 行 那我不做好谱 那就把霍磊叫过来 霍磊那可是正宗的黑屋老板 他拦得总算靠谱了吧 哎 我觉得叫霍磊来挺靠谱的啊 月月 嗯 你帮个忙打个电话 请他来春春场去吗 行 嗯 他这表情 有点问题啊 绝对的 提 有问题 啊月月 哎 你跟霍磊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不搭对头啊 你不是被霍磊已经 别呆着去 对啊怎么回事啊 讨厌别瞎说 我们俩就朋友关系 看你们讨厌 普通朋友你脸红什么呀 没脸红 你着急你看你脸红没有 哎 不是绝对有问题啊 行啊那便宜你啊 那让霍磊演他大表哥 你演他大表嫂行了吗 怎么了 丧着的脸 我觉得太快就见他父母了 真的太快了 哎 你不是以前 急着想把自己嫁上去吗 现在怎么觉得太快了哟 我是挺想把自己嫁出去的 以前把我单身的时候也总幻想着 婚后的幸福生活 跟我老公每天上下班 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 每个月领着公司呢 然后小小的大吃一顿 好好地犒劳自己 我们手牵手去银行 然后存下我们爱情的储蓄 然后留给我们可爱的宝贝 不用一个很大的温馨的小窝 开着一个小排气量的大滴滴 数着存折上的小数点 然后过着简单性快乐的日子 你看 今天晚上双方父母一见面 如果没什么问题了 你很快就可以过上这种日子了 我不知道 我就有点怕 我爸妈或者他爸妈不同意 爱情到了这个时候 双方父母都见面了 没什么好怕的 冰来浆荡 水来土焰 对 我跟你讲啊 凡事呢你都要顺其自然 随缘懂吗 不能得失心太重 你要遵循得之我姓 失之我命 哎哎哎那是你们女人看法啊 我们的男人看法是 得之我靠 失之我靠 你没有看什么料了你 好 阿姨啊 行了 就好了 哎呀 大快 喝水休息休息 不是后悔了 你说也是啊 这大周末的打电话 让你过来帮忙 影响你休息了 没事 妈总里边塞了一个小瓶子 那可能是他不小心掉进去的 现在能用了吧 拿出来的 太好了 你说这家里要有个男孩就好了 小瓶他爸爸走得早 家里就我和小瓶 要有个儿子就好了 您就把我当儿子用 那好啊 那阿姨太高兴了 不过你要是给阿姨当女婿 阿姨就更高兴了 那也行 中午别走了啊 阿姨给你做饭去 好 小瓶啊 她昨天回来挺奇怪的 情绪不好 今天一早上洗了特别多的衣服 我这女儿啊心思重 有什么都不跟我说 你看 这都几点了 还没起来呢 一会儿我给她叫起来啊 你替我问问她 好 小心 小心 小心啊 起床喽 起来喽 孩子 起来了 饭做好了 豆腩也来了 起来 快点 你先去吧 我马上就过来 快点啊 好 我是觉得吧 我们这个年龄 又卖不了萌 装不了嫩 又不成熟 还没女人味 然后学业不咋地吧 事业也没开始 也没有一期之长 长得吧也就那样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如果这次我跟我爸 没有什么见过 散了 不舍了 善善 您对自己认识还是很深刻的 讨厌 好了 别再起了忧天了 我们哥几个不是今晚上都陪你过去吗 说点正事 马上吃什么呀 我觉得他说得对 这韩国父母刚刚到中国来 今晚上咱们得隆重聊 找一个大气的 敞聊的 气派的地儿 做大董吧 我请客 不是 别想 怎么你请客 那我觉得大董不靠谱 这是北京啊 歹带他们韩国人去尝尝 咱们具有北京特色的 老北京风味东西 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地大物博 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 让他们张张眼 那吃什么呀 卤煮 又看没溜了啊 炒肝也行 死去 小豆啊怎么样 也不知道阿姨做的饭 你喜欢不喜欢吃啊 喜欢 特别好吃 好吃就多吃 这平时啊 小新就不爱吃饭 我一做做一堆全剩下来 以后没事你就来啊 好 到时候阿姨给你做 你喜欢吃的 好 小心 吃下饭 咱们家马董坏了 我一打电话 人家小豆就来了 修好了 马董坏了就找物业 麻烦人家外人干嘛 没事儿 小事儿 这怎么叫麻烦啊 这小豆是自己人 什么叫外人啊 那小豆就跟我亲生儿子一样 对不对 阿姨以后要是家里边什么 灯泡啊水管啊坏了的 您还是可以给我打电话 随时都可以打 我全都能修 你看看你看看 找男朋友啊就得照 像小豆这样的 小豆啊和你爸爸特像聪明 他爸爸什么都会修 会修汽车 会修水 电 连家里的那个大衣柜 他都会修 特省事啊不求人了 叔叔真能干 照您这么说 我就得在物业找一个 电工水木工 然后当老公得了 你说这孩子 我给你养这么大 你别的本事没学会 你就知道跟我抬杠啊 你看让人小豆都笑话了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没有 有点腻成像 天热 可能更愿意吃点清淡的 那 也不吃 我带你出去吃点别的吧 不用了真不用 我没胃口 别别别别别 真的 你出去吧 别宅在家里 换身衣服啊 散散心 妈我不想出去 你出去散散心 晚点回来好好的玩啊 走吧 快点 快点儿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不 你那边好吃 真的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来这儿当然是为了玩儿了 我觉得那个就挺好玩的 来 这个玩过吗 这个特别好玩 你这么安心的一个人 怎么会玩这么多草的游戏啊 还有人专门选到菜市场里去读书呢 没见过吗 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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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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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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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吃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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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